傳統學習中文的方法通常都是死記硬背、抄寫等方式 但不是每個小朋友都會用 特別是非華語和SDN小朋友 有中大的校友設計中文字卡 使用圖像化的文字和中英文提示句 將字轉化成故事 幫助學生認識中文字 另外在教學的時候融入多感觀的學習 幫助學生增加記憶點 加強對中文字的印象 幫助學生缺曲 incl.ank33 每一個字都借付了跟分字緣 以那些義和義字 其實這個字的古意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解釋是我們經常聽的 你腦筍未生賣 其中一個原因是說他腦筍未生賣 第二個法計這一個 其實也是其中一個古字的內容 這裡我們用了兩句型義提示句 為甚麼我們稱為型義提示句 其實就是去講它的字型和字義 在中文剛才講了小兒頭上兩法計 在英文就是a kid with two top knot 我們平時教的時候還會用動作 也會有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顯示 這裡也想說一下下面 你會看到我們用了腳去顯示 我們其中一個做的方法 就是把相關的字用同一個表達去理解 例如見字 看見見字 你會發現下面是這樣 其實會是兩個部分都用了同一個理解 當你學字的時候就可以是 學一個部件一個意思 就可以學到其他的字 所以都會有一個走的意思 走的意思 這裡我們去教小朋友的時候 都會說小朋友走起來 走起來 講完等他認到這個字 我們就可以去後面 和他一起去跟這個字 不順寫這個字出來 其實為何我們會在後面 用這個數字去表達不順呢 因為他可以一路看著這個字 慢慢地去寫 還有兩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特色 第一其實我們很著重 就是中文字的類化 類化即是你怎樣學一樣東西 但很快就學到幾個字 舉例 其實我們學過土字的時候 我們就會由十字架開始 土地上的十字架一橫 有土地 土地之後 王字加個王冠 看完整塊地 就會為之一土之王 一土之王 一字加土字 就等於王 又或者在英文裡面 King over the land 看完整塊地 再去到玉字 我們加一點就是皇上的玉 其實這些字的古意 未必是這樣 我們希望用一個創意的方法 去重新編譯這個字 因為有些字的古意 其實未必對他記這個字 是有幫助的 最後其實我們在字卡裡面 我們是用了這個加號 因為其實我們有加號 有等於號 目標其實就是當這些字 學了一個部件之後 其實他將兩個部份加起來 就學了更多的組合字 如果你是一個本地幼稚園的小朋友 其實他是未懂中文字 但他懂得講中文字 其實用我們的教具的時候 我們希望建立到一個認字方法 認字的策略 所以他們學起中文字之後 就會事半功倍 所以這套教材 對家長、對孩子、對我們老師來說 即便是外國人 因為我們是雙語班 跟外國老師是一起的 他們會覺得比較有興趣 就看著他 我覺得舒服 因為有英文、有圖片 不僅僅是中文字 不僅僅是筆聲筆畫 那麼孩子到K1、K2的時候 他們對數字一到二十 已經完全沒問題 再加上那些數字 對他們來說就會很吸引他 誒? 為什麼他第一話是這樣子 第二話是這樣子 第三話是這樣子 所以無形中就減輕我這種教學的負擔 我就很輕鬆的 對你覺得呢 那孩子能通過這種發問啊 互動啊 我跟他就好像打網球鏈子 一個來一個去 對 建立他們的信心 建立他們對中文的興趣 對 也就是說 嗯 這就是我們覺得這套教材呢 挺適合我們的 然後這說明了 然後再次抓墜五大塊 我為什麽 有阿華 有一個男女的不懂 然後再次抓墜十個 有一個男女的不懂 然後再次抓墜十個